我們看第12題 他說F是這樣的一個函數 那麼它的定義在哪裡? 我們可以把這個函數稍微畫一下 這函數圖形 稍微畫一下 大概就在1跟-5之間 再假設1 這是-5 它這個常數值是2 所以是這樣子 而且是十星的 前後都有包括 然後呢 它在3以上 3以上 這是3 它是一條直線 直線的話 這個當你 當我戴3的時候 這是4 在這裡 4 然後 它x沒增加1的話 m就跟著增加1 就這樣子 當x是4的話 它就是3 可能是5 4的話它是5 因為這裡已經是4了 它沒增加1它就跟著增加1 所以是這樣的圖 那這樣的圖呢 它的定義在哪裡? 它的定義在這裡 呼1到1 喔 這個只有到6 到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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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等於去的話 就是7 喔 這7 它3等於去的話 是4 所以這樣子 所以我就知道 它的定義 是在這個區間 跟著區間 所以 A等於多少 A的話 就是等於那個 Hec是 G GIE supporters GIEазыв GIE一直 G pigs all G 或是小一等於三,大一等於六,大一等於三